然后我参加电视频 然后我参加电视频 我就写我的中国名字 然后我就按OK 努力的熟记每个连线步骤 跟上萤幕中的手势 今年精脏演绎的练习 对周春花来说挑战重重 电脑就是在这个疫情的时候 才去学习的 在线上学习的会比较不一样 所以我自己要看 我已经71岁了 人生糊长嘛 可以把握时间可以学的 我就要更加地去学 阔别两年 新加坡慈祭 再次在岁幕祝福中也已精脏 几个月前罹患癌症 目前正在接受化疗的郑雅梅 这次也把握姻缘如今脏 多年来 多年来寻法乡和参与精脏演绎 对他来说句句经文都是一份心灵的滋样 我当下是就是很震 很震惊和茫然 可是很快 我很快就转一个念 那我们今生呢 得人生 听闻佛法 过去生的不好的业 就可能今生我们要来欢喜受 从佛法中体悟人生 疫情下 职工们透过入金藏 反观自信 也凝聚善念 这一两年都不是一个很好的一年 所以身边你会听到很多 都不幸的事情发生啊什么 所以用众人的力量来祈祷 心情念念都在无敌中 职工们发心力愿 让行走菩萨道的脚步更坚定 同时也祈愿疫情能早日消弭 戴新闻戴小庆 蔡宝林新加坡报导